2022卡達世界盃 三十二支參賽球隊名單 終於是確定了 在台灣時間十五號 哥斯大里加在週季附加賽當中 一開場三分鐘就踢進了 關鍵的一球 最後是以一比零擊敗了紐西蘭 成功的搭上前往世界盃的末班車 哥斯大里加的球迷上街頭熱舞狂歡 因為他們的國家足球隊 要前進世界盃 台灣時間十五號 最後一場週季附加賽登場 哥斯大里加對上紐西蘭 在一開場三分鐘 靠著前阿瑟諾的Kambo關鍵進球 而最終以一比零 哥斯大里加擊敗紐西蘭 拿下了2022卡達世界盃 最後一個席位 世界盃的三十二強名單 終於確定了 在A組除了地主國卡達之外 還有近旅荷蘭 以及厄瓜多 塞內加爾 而在B組則是英格蘭 鄰居維爾斯 另外還有伊朗跟美國 C組則是南美強權阿根廷 搜尼阿拉伯 墨西哥 波蘭 而在D組則是有衛冕隊 法國隊 將對上澳大利亞 丹麥 庫尼西亞 E組號稱死亡之主 包含西班牙跟德國都拿過金杯 另外也就是在最後一刻擠進來的 哥斯大里加 以及亞洲希望日本隊 而在F組有上一次第二名 克羅埃西亞 強權比利時 以及加拿大摩洛哥 在G組則是目前最被看好的巴西隊 以及薩爾維亞 瑞士 克麥龍 競爭激烈的是H組 包含了葡萄牙 非洲的加納 吳拉圭 其另外一個亞洲強權韓國隊 這一屆的世界盃在中東地區的卡達 舉辦是首次在北半球的冬季舉行 將會在11月21號正式開梯 全世界的球迷將會盡情享受 四年一度的足球饗宴 華視新聞 楊智富 黃柏林報導